记者今天去了杭州三家影院 观众不多都以学生为主 詹女士是同路人 来杭州的姐姐家里做客 第一件事就是带孩子们看电影 在家也无聊呀 打拍也不会 麻将也不会 只能陪小孩看看电影 我们每一年春节都是在电影院路过的 每年都看 对啊 今年看哪呢 今年嘛 那新片在哪 我都还没有 流浪地球2 陪妈妈看大人的电影 为什么 陪妈妈是最大的事情 哎呦 真的过来 是是 真的是的 基本上都是以我为中心 我那是以她为中心 所以我们都是相互的 还有这位小菜姑娘 记者上前一问 说是上初三 今天她和爸爸还有朋友 一起来看阿凡达2 我听好男朋友说 说黑豹要在两月度要上映 然后挺感兴趣 国产的 国产的 国产的有生爱 没看 有推荐吗 然后我们这个流浪地球啊 这个挺感兴趣的 22年吗 对 我们一个月有一次吗 没这么多吧 没这么多 差不多五六场吧 四五场五六场 对 去年看的不是很多 因为疫情嘛 电影院一直没去的 今天春节当有很多电影 你们有哪部 好像一个叫满江红是吧 还是满江什么 张艺谋的 对 还有那个流浪地球2什么 可能看动画片吧 有小朋友 成风啊 有可能吧 但你们俩自己不单独 不太方便吧 我们有小朋友 老人呢 这里 老人回去了 我们在寒州过年 因为好多年没看电影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张艺谋的电影 可以关注一下 对 不是给他打广告 那个是满江红吧 江红我还是有点想看的 流浪地球2 满江红 吴明 深海 交换人生 雄出没九 六部影片 已定档大年初一上映 中国乒乓定档大年初三 今年的春节党的话 可以说是寻寻逐路吧 我觉得就是上映的影片 都非常有竞争力 然后各种类型的也都有 像流浪地球 科幻 国产科幻片代表 然后满江红 满江红 吴明 这些都是一系巨型云集 对 都非常有竞争力 截至今天下午1点 2023年春节档芯片 预售票房突破2.5亿元 四部真人电影 吴明满江红 流浪地球2 交换人生 分裂前四位 从网络数票情况看 普通影厅的价格 普遍在35到65元不等 从观众到影院工作人员 都对今年的市场充满期待 到时候有空的话 就带家人一起去看 就好像就回到以前那种春节的感觉了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观众 愿意到春节 到电影来看一波电影 享受一下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18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